他已經吞色 但仍然看得到十字標誌的救護車 刑警入口處 不過這台車竟然是犯案工具 警方超商前逮到嫌犯 這台太患的救護車就是他的 車上載的是大量偷來的鐵管 彰化溪湖鎮某個艦地 今年7月間放在工地內的鐵管 被偷了大約有80隻 損失有20萬 氣得工地包商向警方報案 擴大監視器調查 發現這一台救護車 多次經過工地附近 那個嫌犯他是購買民間的救護車 他以來做那個翻案工具 70歲的占星男子 購買民間太換下來的救護車 不是延續救人的意義 而是拿來做壞事 與同伙的45歲男子 涉嫌多個地方的偷竊案 平常有兩名 一名約約30歲 70歲 70歲這個部分 他因為他本身從事工地 對他這個搬 莊物的應該還尚可 兩位嫌犯居無定所 警方在駕駛的車上 還有租處都查獲到 不法髒物 全案一家中竊到現行犯 移送彰化地點署偵辦 在一起有許書 一定配宣彰化採訪報導 記者 今天 七 二 谢谢大家